講到上海的疫情,路透社消息就說最少這些都去到月底 這個浦東新區甚至粉身碎骨都要搞定 但現在即使數字下降了,官方的數字下降了 但好像浦東新區一人中招一人確診,全棟隔離 有個學者,法律界叫做屯之偉,都寫出法律觀點質疑 其實去強制隔離,或者強制入屋消毒,就不太合規矩 然後二次被禁言,再看不到他的文章 孫春蘭那些都講到要繼續,動態去清零 再加上上海市政府那邊的宣誓發誓,一定要搞定他這些事 最後都說什麼時候你可以解封呢,暫時就算數字低了 都沒見到解封,沒有好有跡象,反而有很多東西都繼續 加強那個管控,加強那個封控 經濟的問題你會見到,很多都連財新周刊 財新網那邊,都說是影響到現在中國的經濟 這一方面,究竟你上海會怎樣搞呢 還有很多東西,譬如那些台都物價 那些居委會,明明的物資不發放,就團職居期 還要將捐贈物資賣出去,好像葡萄區 又有那些食品,即是那些大腸菌超標,食到那些人吐舍 還有這些事是會出現,然後譬如那些圍板那些 又繼續有所增加,然後北京朝陽區 所以要繼續,即是嫁居去上班,嫁居上班,不要回去辦公室 然後鄭州最少七天,就要做這個功能 七天之後會不會再增加呢 那你都見到這些問題,譬如除了經濟,很多外國那些投資行 都將你的經濟預測GDP的上升程度 由五點幾%跌到四、四點二等等 很多體育的盛事,譬如亞運,杭州亞運,九月都要延期 六月成都那個世界大學生退運動會一再延期 汕頭那個亞青雲甚至取消 國際田徑聯會,好像深圳和上海站,兩個站又要取消 甚至有些年底,是十二月的都要取消 你會見到現在影響到連外國很多體育的項目 都要相繼去取消 這樣就看看你可以搞得多久 上海一天不早些解封,經濟的問題一樣會繼續浮現 再加上今次是積聚了很多,除了經濟問題之外 你處理的不力 那些臨時方艙出現很多的問題 長者會被人發現原來那個新長征福利院有跟進 除了你說給五千元那兩位工作人員 即是說你及時發現,否則沒人就被你當屍體去焚燒 原來那個所謂什麼新長征福利院被揭發 那個醫生是沒有臨床體診經驗的 平時要做配藥的,而他竟然去負責去判斷 長者的身或者死,這樣是不是很荒謬呢 你不夠醫生還是怎樣呢,但你都不是這樣濫於充數 找配藥的負責去看看你是不是死亡,這樣都可以 是可以這麼離譜的,他這些東西都是 是被人這次上海,大都會 很多精英在那邊,都會爆發這樣的事 是連這些不應該發生的事都發生 就被人說你出現很多亂象 孫春蘭都去了上海很久了 李強都不止一次脫落區,甚至被人說了 但還有很多事你都還未搞定 成為了一個國際的焦點 好好的廠,想早些復工復產 都繼續遇上不同的問題 你看左邊的汽車業 你知道長三角工業區 對於中國的經濟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區域 所以這次上海一天不早些去解封 一天不處理好這些相關的問題 這些後遺症副作用一定會陸續浮現 看明報等等都說譬如你做兩個星期的封城 那個所需可以去到一千多億 對經濟的影響,遠遠大過你做強制檢測 雖然他兩件事都一起做 在上海有個民意調查 訪問了二千六百多名中小企 主要是做美容、自助餐、打火鍋 有八成九對前景不樂觀 甚至準備結業 只有不夠一百分之一 就說會擴充 即是接下來擴充他業務 有九個百分之一會繼續觀望 可想而知 有八成九,差不多九成 這個調查的中小企 對前景都禁不樂觀 但是我初初想 如果你上海封城這麼嚴重 其他地方都未必再跟 但鄭州又要,封城七日 七日之後會否繼續封都未知 這些都是 究竟這個動態青年招牌下面 雖然說會有些微調 有些說法有時都不同 搞到他都未必跟得很足 又會有些甚麼轉變 這個接下來有二十大 如果二十大之前 你都未搞定上海等等 或者再出現這些疫情的問題 如果那些處理再出現這麼多的副作用 是否都會有所影響呢 就是好像他現在 搞到他現在這麼多中小企 或是對於前景都看不到 外國那些投資者 又會暫時離開 還不回來 或者之後回來 還有多少投資都未知他知數 好像也有德州的業務 將他生產線移到印度 這些人家競爭對手在放寬的時候 然後這裡繼續有疫情 令很多工廠不能夠去生產 這些問題 越來越搞越來 如果你搞到二十大都幾是惹的 你看譬如習近平那句話 一定要鈍太清零 還有那些人就不要在那裡妄議 誹謗關於鈍太清零 但我個人的估計 鈍太清零這招牌一定不會搬一定不會動 但下面鈍太清零怎樣實行呢 我明明鈍太是可以轉的 會不會引入這個MLNA的技術在疫苗方面 那些經濟的做法 不如你胡錫進他有時候說 不要每次都在變成這個叫做封控 不要每次都出到他的招 都要為及那些考慮一下民生經濟的問題 我相信招牌他不會變 你知道要面 但裏面有很多的內容都可能出現 他不同程度的調節 那這個我都相信是他未來的做法 因為再出現上海第二次這樣就沒有了 真是一次上海都搞到你那麼久 上海整個多月 初初想著這些叫快刀斬亂馬 幾日他就搞定了 四日葡東四日葡西就會搞定 怎知道現在整個多月 拖拖一下還耐到武漢就麻煩 所以我都相信招牌之下都會出現這個調整 除非你就說我們動態清零招牌都不要 那些就一定中招了 你試試這樣說那些一定會中招 一定在上面很多就被人秉的了 但動態去清零和經濟究竟你怎樣之間取得平衡 這樣都非常大的考驗 那為什麼要那麼堅持動態清零呢 如果二十大之前突然政策是有大變的 即連個方向路線招牌都變呢 這樣其實所謂那些領導人是不樂見的 如果這樣大變其他東西都可以變 所以為什麼會那麼堅持一定是 鈍太清零招牌就不可變呢 這樣他希望就算你怎樣都好 最少第一先過渡了先 不要說他那麼多惹著 即如果你說連政策的名字都要變 好像整個大方向都要變呢 基本上就不可能的事來 尤其是在換屆他在職 因為他一定不會給這些額外的事 就變成二十大之前的支持 一定不會 所以